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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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PCM記者阿粥 今天是CX展覽第一天 而在第一天展覽前 NVIDIA昨晚已經開始直播 發表了他們RGX20系列的Notebook 第一批是1月29日出場 Notebook有40部 其中很多部都是MSI 大家昨晚有看NVIDIA直播的話 都會知道Jensen在PowerPoint裡面 指名介紹了MSI GS系列的Notebook 今天呢 MSI就舉行了發表會 我就帶大家看一下 好,我想說MSI的 纖薄版Gamling的RTX系列Notebook 我覺得最注目就是這部 GS65 其實去年 MSI都有GS65 這個系列,都一樣纖薄 都有一些金色邊 很薄的 我去年都有做評測 我發覺它的效果都不錯 今年呢,它就更新了 RTX208的MAX-Q的GPU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規格 它的厚度就是17.9mm 1.9kg 因為它是MAX-Q的設計 所以它可以把厚度壓縮得很薄 就好像跟普通一些 GammingNotebook 通常Gamming的Notebook 都很重很厚 那就不方便帶出街 而GS65這個系列呢 它就非常淺薄的 還沒帶出街啊,都可以的 你看到它有RGB的鍵盤 每一個鍵盤都可以自己調整 現在呢 其實現在呢,就是有示範 這個Battlefield的Way Tracing 它的效果都不差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NVIDIA 直播的話呢,都知道 RTX20MAX-Q的規格 QDECORD其實跟DESHTOP版是一樣的 都是用了這個 8GB GDDR6的記憶 只是時脈有些差別 所以其實它做RTX的效果都不錯 GS65 Stealth 是15.6吋的尺寸 除此之外呢,它都有大版的尺寸 就是GS75 Stealth 它就是17.3吋的大小 而GPU呢 都是RTX1080MAX-Q 那因為它的屏幕大一點 17.3吋,所以體積都會相對大一點 厚度就是18.9mm 和2.25kg 當然MSI RTX20系列的Notebook 不止剛剛介紹的兩部 它其他的系列都有更新到 RTX20的新的GPU 那給大家看一下 型號非常之多 不論你G系列 GT系列 全部都有更新的 除了Gaming之外 其實MSI在去年 開始注重這個 Content Creator的市場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部 銀色的Notebook 其實它幾個月前 推出了PS42 Modern的型號 那也是千薄版的 那今年呢 它也有一個新型號 那叫做PS63 Modern 那就是之前的銀色型號 變成現在比較經典的黑色型號 那看到它的鍵盤呢 都是有背光 它有Touchpad 那比一般的Touchpad 會大30% 那其實它改了一個質地 你看這裡很滑 那就更加容易控制 那至於這個屏幕方面呢 你看到它都是窄邊的 三邊都是窄的 好,你看到呢 雖然它的POD位都齊全 起碼不是那些USB Type-C的POD 但是它都非常之薄 那還有這個SCMI POD USB齊全 那還有它的電量都很厲害 那就是它用到16個小時 那基本上很多現在Notebook 都是可能10個小時左右 但是它這裡達到16個小時 那如果你拿出街 可能好像我們現在記者 去做Conference的話呢 那你基本上不用充 那你都可以用很久 那就不用煩惱 那會不會用一下又要再充 那其實你這個就更加靈活 去調整你的工作時間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個SPEC 好,那就用了8代的Intel ISOCPU 那Graphics方面呢 就用了GeForce RTX 1050的MAS-Q設計 而Panel方面呢 就是IPS的屏幕 那就是1080P的 好,還有呢 它都有NVMe的SSD 所以RAM方面呢 最高就去到312GBDVL414 那這個就是比較商務用的Notebook 那其實它是 它介紹的時料都是 都是說For Content Creator 那不論你拍剪片啊 或者執照啊 那都是可以用這部的 那都是可以用這部的 那不是長了嗎 就是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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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